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电脑使用过度 您曾经有手部酸麻痛的经验吗 小心有可能是晚睡到正后群哦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晚睡到正后群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 振兴医院复健科医师李林健理医师 家芳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 联合报医药组记者黄文彦 家芳好 李医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提到这个晚睡到正后群呢 这个名字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个是晚睡到正后群症状 常发生的一个位置 第一个是小指 第二个是手背 第三个是前三指半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三指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先来问问 Mini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二手背 因为就是手背会长时间使用电脑 然后面积比较大 如果你在玩滑鼠的时候 感觉好像整个面积都会影响 所以我选择是二 萱萱呢 我也觉得是二 因为当我们要用力的时候 都是靠手背去操控 所以才会造成二手指霜 所以应该是二 是 Rita呢 我会选择一小指 因为我长期做会计五年多 然后常常就是手腕会发炎 都要贴沙龙帕斯 而且常常单独小指 就要贴一块沙龙帕斯 这样所以我会选小指 所以李医师在帮我们回答 正确问题之前 先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是晚睡到正后群 这个其实晚睡到 它跟晚睡没有相关性 那这个是大家常常病人听到会误解 它跟你比较晚睡是没有相关 它其实是一个隧道 那它这个隧道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我们手腕 副侧的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这个手腕的结构 为什么它叫一个晚睡到 主要我们一个骨头的一个排列 它在一个底部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像是一个U字型的一个排列 上面呢会盖一个 我们这里提到的一个缓晚韧带 所以它是一个隧道的一个构造 里面的一个空间相对有限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组织 其他有九条的一个基建 跟一条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正宗的一个神经 那基建很耐压 正宗神经不耐压 所以当这个隧道压力增加的时候 就会压迫到正宗神经 产生一些缺血 那缺血的时候 就造成这张图上所显示的 前三指半的一个区域 会有酸麻痛的症状 所以刚刚我们的笔记本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三 就是前三指这个部分 对 手掌侧前三指半的一个部分 Mili 你曾经有晚睡到症候群 然后不要而遇就自己复原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要长时间使用电脑 那就像我自己就是下班之后 回家又要玩吃五个小时 那就是长期这样使用 然后桌子又比较高 这边就是手的部分 好像就是会很容易痠痛 可是好像就是如果隔天睡一觉又好 所以我都没有去看医生 那我后来就想说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用滑鼠垫的时光 我就买一个就是那种滑鼠的靠垫 那就是手的部分就有改善 所以像Mili她刚刚有提到她这个情况 仓式兼使用电脑 然后一开始又知识不良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发生晚睡到症候群情况 是的确 在现代中 的确晚睡到症候群 才比较好发于使用电脑的一个族群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 刚你的这个手腕的 这个手掌侧的一个受压的时候 它其实就压迫到我们这一个晚睡到 那刚刚我们有提过肌腱很耐压 所以它不怕 不会有什么症状 顶多是痠痛 但是神经受到压力的时候 就有这些痠麻痛的这些症状出现 提到这个痠麻痛啊 萱萱 听说你的疼痛的部位很特别喔 对 我比较容易在中指跟食指 就是比叶的这两只 我大拇指还好 可能是失利吧 我之前是出过车祸 然后在那之后我就变 开始会打字骑车嘛 然后打字的时候 有时候手一拿起来 哇 好痛 就这样突然一拿起来 就突然就会丢一下 然后尤其骑车最为明显 骑车有时候经过窟窿 一这样哇 整只手都麻掉 赶快停到路边 不然这手要这样一直甩 不论是打字还是骑车 就要一直甩 左手可能是因为受过伤比较明显 右手也会 所以就是在中指跟这个 对 中指跟食指 食指的这个 这两个地方 所以我刚才误以为是手背 所以像这两个地方 也比较容易抽筋吗 对 就是拥腻的时候 有时候是弯着 然后就突然这样子 有时候是麻 麻完就没有感觉 就软软的 不一定 这一离师有的人会特别 例如说某两指或者甚至中指 这个情况比较容易发生 是的 确就是不同的一个 神经的一个分支被影响到的话 不同指头它受影响的程度 会不一样 另外如果之前有受过伤 我们刚才提过 完隧道的底层 它是一个U字形的 骨头的一个排列 所以如果您之前骨头有受过伤 它也许排列产生了一些变化 会让这个隧道里面的结构 产生改变 压力也可能会增加 再加上骑车 这一个长时间手腕需要一个伸展的活动 其实都会让碗隧道压力更加增加 所以神经被压迫到的症状会更明显 除了这个宣宣之外 Rita你也曾经有这个痛到整个肩膀都举不起来的经验 对啊 因为我做快速都要一直按键盘 然后起资料 就起很多 然后常常就手腕就发炎 然后发炎之后连小维子都会 然后就连这样子举手都很痛 然后就是痛到整个人就是连睡觉都很痛 都要贴沙龙爬式才能睡觉 连小孩子都这样捆住 那有时候甚至连握拳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是想问说是因为车祸还是说手腕有什么 就是职业伤害之类的原因造成 所以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车祸 有 发生过车祸 是 离师车祸会导致完隧道症祸群这么厉害跑到上面来 整个肩膀都抬不起来吗 完隧道症祸群它是一个手腕部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症状 所以理论上它的症状都是以指头为主 那会延伸到肩膀的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可能是肩膀肌腱的一个过度使用 或者说之前有受伤造成一些像是一些发炎 或者是撕裂伤的话 这样比较会可能 所以听起来您的症状跟完隧道症祸群是比较没有相关的 不能施力那个也是跟那个没有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 因为当我们肩膀在发炎再痛 我想大家有经验 就会觉得这只手好像就比较没有力量 另外也未必是神经被影响到 例如关节的一个部分 当然关节有影响到像是一些关节炎的一个患者的话 他们觉得手边的很不灵活 没办法用力抓握 所以有可能是关节的问题 也不一定是神经被压迫到产生的症状 其实提到这个碗隧道症候群 大家常第一个联想就是我电脑使用过度 然后造成了这个职业伤害 那其实也有一种职业的人 他也比较容易得碗隧道症候群 那个就是肉贩是不是 对 之前新闻有报道过 就是台中有一个 就是女摊贩 她职业就是每天在卖鸡呀卖鸭呀 那卖鸡卖鸭呀 大家应该都知道 她就是要剁 根据她自己描述 她每天因为生意很好 就剁了大概三 四千次 那尤其是逢年过节更要剁这样子 那剁ā 她就发现说 我晚上的时候为什么手就一直麻这样子 那就是晚上会手麻 然後會被麻醒 然後再甩一甩這樣子 那後來好像就發現說 他就是得到了這個 晚睡到症候群 那可是對他而言又很麻煩 因為這個必須要休息 可是他又必須維持生計 因為他還是要繼續躲這樣子 剛剛李醫師 我們有看到就是現場 有些人會覺得說 自己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 有沒有簡單的自我檢測方法 其實檢測方法有兩個 第一個很簡單 就是大家直接把手腕 彎曲兩邊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90度 然後維持60秒 如果60秒之後 一分鐘之後 手指頭會覺得 會有痠麻刺痛的一個感覺的話 就有可能 一個晚睡到症候群的一個 情況 是 所以像他這個 維持這個姿勢 他需要平行嗎 還是不用我就知道 都可以 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手腕 可以彎曲90度 因為在這個彎曲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的一個 晚睡到裡面的壓力 是會增加的 所以就藉由增加他的壓力來測試他 你到底是不是出現症狀 是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誘發他的症狀 我這邊有點 就是神經有點痠痛 神經 是這邊的神經 手臂 手臂 手臂這邊神經也會嗎 這邊的話 應該是那個肌腱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是相對被拉扯的 所以 我們這個肌腱 因為被拉扯到 所以會覺得有點痠痛 最主要是 一定要是 這邊的一個神經才是 對 是 應該大家都沒問題吧 你做的感覺呢 萱萱 麻掉了 麻掉了 很痛 理師他這個是不是應該要來門診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表現 就我們常常會看到有些患者 我們就會問他 你什麼時候狀況會手麻 那什麼狀況之下又會讓你的手麻改善 那我們常常會聽到患者就是甩一甩手 甩一甩手 甚至我們有時候會聽到有些患者他半夜的時候會被手麻醒 因為半夜可能被壓迫到循環不好 那他就會跟你說他就半夜被麻醒之後就坐在床旁邊 這樣把手甩一甩 他就覺得改善 其實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碗隧道症候群的一個表現 是 李醫師提到碗隧道症候群很典型的症狀表現就是有時候患者會甩手嘛 其實他在早期中期跟晚期的時候 他的症狀的情況也不太一樣 李醫師這邊有幫我們準備了一個資料 就是他在早期的時候症狀比較輕微 所以他可能在用完電腦或做完一些像剛剛肉飯 剁完的這個動作之後他會覺得麻 但是休息之後可能隔天之後他覺得這個麻又退了 又消掉又改善了 這個早期大概是一陣一陣跟一些工作活動有關 但是到中晚期的話 他這個麻就可能是持續甚至一天24小時 白天醒了的時候都在麻 晚上的時候可能會被麻醒 那再來的話可能會一些精細動作會受到影響 例如在右手他可能會覺得拿筷子好像變得比較不靈活 在左手的話他可能就會覺得好像碗他很重 他會拿不住 大概是比較中晚期的一個表現 再來更晚期的話就麻到沒有感覺 就我們說的一個麻木 就是他真的是木掉 他真的你去碰他的一個指頭 他都覺得沒有感覺 那感覺已經整個已經不靈敏喪失掉了 甚至神經被壓迫久了之後肌肉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支配的一個肌肉就開始會去萎縮 所以有些年紀比較大的伸出手來 就可以看到這一塊肌肉就有明顯的一個萎縮 甚至是消掉 一看就是一個皮膚附著在骨頭上的這個感覺 就有沾黏的情況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一個肌肉萎縮 就是因為碗隧道症候群所造成的 所以既然剛剛那樣聽起來我有點害怕 因為像我之前是念舞蹈戲的 所以我長期使用手腕 可是我又出過車禍 然後我現在又在打字 那我就不曉得你說做一些活動 然後會造成那到底怎麼樣的情況 會去造成某碗睡到症候群 我有點搞不清楚 對 就有沒有哪一些特別容易好發族群 例如舞蹈家或者是我這個打字圓 甚至外傷這樣子 其實大概分成兩大類 第一個就是手腕需要重複一個動作 而且需要用力的一些活動 所以像是剛剛講的肉飯 它要一直剁 又要用力 然後又要重複這個動作 包水餃的 美髮液的 幫人家按摩的 或者像是一些生產線作業員 它需要一直 例如轉螺絲 它需要用力 而且是重複的 這些容易好發 第二個就是說 它雖然沒有一直重複 但是它需要維持一個姿勢很久的 尤其是在手腕一個 比較極端的一個伸展 或是一個彎曲動作 所以像是打字 它打字的時候就會 長時間維持在這個姿勢 也會讓我們玩隧道裡面的 一個壓力增加 所以長時間使用電腦 也是一個玩隧道症候群 耗發的一個柱曲 所以有些人他手麻 手痛 甚至覺得發腫 文彥他還一度以為是自己中風 並沒有跟玩隧道症候群做聯想 對 因為之前也是有新聞在報導說 他就是出現手麻的情況 那因為玩隧道症候群 大家比較不會容易點想 大家就想到中風本來就會麻 所以他就是覺得他是中風 然後他就是去看了神經科 然後才發覺說 自己是玩隧道症候群 那可是可以提供一個大家一個小 就是中風在麻的話 通常都是單側麻 側邊這樣子 那你可能會合併一些可能臉歪嘴鞋 他就是側邊麻 那晚隧道症候群就是手麻 手麻 所以就是不只是 如果中風的話不只是手 他可能單側側邊 四肢肢體甚至臉部 也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情況 的確我們在門診 的確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尤其是那些半夜會被麻醒的人 他們就會很緊張 跑來門診說 醫生我這個晚上會被麻醒 到底是不是中風 其實就像剛剛記者所說的 大部分都不是中風 而是因為晚隧道症候群 被壓迫到的關係 所以門診來都是阿公阿嬤比較多嗎 還是年輕人也有啊 都有 不過年紀大的人會比較多 年紀大比較多 是 那晚隧道症候群 到底應該要如何治療呢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告訴你 裡面還會變成非常快 我們今天見過的 今天以下 天充的 我們會不會是個小的 照顧